我覺得還是比較多人有刻板印象是說 離婚就是很失敗 如果你離婚就不要出來講 怎麼樣談戀愛啊 怎麼樣摺偶啊 或者是 就是事業太成功 或者是太專注 太努力是不是就很容易 女生的婚姻就不好 所以好像會 還是有很多這種誤解 可是明明 要不要離婚就是人的一個選擇而已嘛 對自己覺得比較好的選擇嘛 對 而且我覺得 我有發現連我 我女兒這一代 其實他們都已經很覺得沒什麼 因為誰的爸爸媽媽也是離婚 他們沒有覺得怎麼樣 他們沒有像大家以為的 所以就會大受打擊 或是就是會有偏差的新聞 沒有欸他們反而是 我發現他們同學在討論的 不是誰跟誰離婚怎麼樣 而是那這樣子要怎麼 叫他爸爸叫他媽媽 因為他可能有再婚的家庭 那我要叫媽媽還是阿姨 他們反而在討論怎麼樣 跟再婚的家庭相處 就覺得這不是才是 我們要教大家的嗎 所以你現在看到這些應該不會走心吧 不會 我就覺得就是 可能每個人的觀念就是不一樣嘛 也許他就是很傳統 他可能就是 覺得 就是要幸福美滿這樣 然後 也沒有想到說 可是我現在也很幸福美滿 可是很多人就是 只要那個行事嘛 他沒有想到說 可是如果裡面是兩顆過歲的心 或過歲的家庭 你要那個行事的完整要做什麼 他可能沒有想到這個 所以我就覺得 就是每個人思維不同 對 那如果我現在拍的影片 寫的文章 出的書 可以幫助到現在 更年輕一代的人 從我們這一代 或從下一代 開始改變也蠻好的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